从后宫各位绝千奇百怪的手段可以推断 古代人的数理化比你想象的要好很多 Alpen的今日话题 难以破解的古代黑科技 希腊火 由东罗马帝国发明的这种液体火焰武器 无法被水浇灭 凭借它东罗马称霸海上近千年 大马士河刀 十字军东征期间 西欧骑士所有的配件由大马士隔钢锻造 削铁如泥 但最后一位驻舰师死于1700年代 秘方随之时传 福尼契手稿 1912年波兰书商福尼契偶然买到了一部神秘手稿 书籍文字不属于任何已知文明 无法破解 并誉为是最神秘的天书 安提基特拉机械 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 就能够计算天体在天空的位置 他们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些青铜做的模拟计算机 埃斯伯特剑 刻着埃斯伯特字样的围巾件 是用乌兹钢铸成的 直到现代 制作车刀刨刀等工业刀具的T10钢 印度依旧低于乌兹钢 德里铁柱 位于印度德里南部的清真寺内 铸立着一根高7.2米的铁柱 历经1600多年风吹雨打 却一丝绣机都没有 巨型石球 1939年 美国人乔治发现了这群 位于哥斯达里加南部的完美球形 最重的一颗有16吨 公元前200到1500年轻的人类 从哪学来的这么好的技术 无人得知 小伯们 你觉得文科和理科哪个好 为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20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林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明好 9273— 20—